拍手致百病 手掌相当于人的五脏六腹 手背相当于人的腰背骨 这种拍打手掌法 相当于将人的腹背和前面的经络都拍打了一次 对人的阴经和阳经有调配的作用 而且对黑斑也有很好的 疏通作用 手掌侧肌后膝穴 经常侧肌后膝穴 对腰痛 腰部极性扭伤 慢性劳损 头痛 耳聋 咽喉肿痛 手指及臂肘静卵 具有很好的疗效 骨口交叉 顾肌和骨穴 经常顾肌和骨穴 可以降低血压 对牙齿 眼 喉 都有良好的功效 食指交叉 经常食指交叉 劳工穴 属于心包筋的穴位 在人体的手掌心 经常拳击劳工穴 对于手掌多汗症 手指麻木等具有很好的调理和保健效果 手掌 手掌 护肌 大灵穴 大灵穴 属于心包筋的穴位 在人体的 完掌横纹的中点处 大灵穴 具有清新降火 清除口臭的特效 经常护肌 大灵穴 对失眠 心胸痛 呕吐 胃痛 胃炎 具有很好的调理和保健作用 拍手三阴 手三阳经 手三阴经 位于手臂内侧 有背经 心经 心包经 拍打手臂内侧 对心烦 胸闷 心脏 各种疾病 有非常好的缓解作用 手三阳经 位于手臂外侧 有大肠经 小肠经 三胶经 拍打手臂外侧 对颈上痛 肩背痛 手臂痛 都有非常好的治疗作用 拖面部 拖面部 永保青春 按压 银香穴 能够治疗 各种敌症 按压 提名穴 对极 慢性眼睫膜炎 假性近视 轻度近视 散瓜 老花眼 夜盲症 具有非常明显的 调理作用 手臂拍打下爬 令你保持青春亮丽 下爬是暴露年纪的部位 由于受地心吸引力的影响 年纪越大 面部会下垂 皮肤会松弛 经常做拍打下爬的动作 可以收紧下爬松弛的皮肤 提升已经下垂的面部皮肤 令你保持青春亮丽 措耳部 强肾脏 肾开头于耳 长措耳 拉拉耳朵 对治疗耳鸣 耳聋 中耳炎 有非常好的作用 同时也具有很好的强肾效果 柔百慧穴 柔百慧穴 百慧穴是督脉的穴位 它位于人体头顶的正宫央 要求四指并龙 放于头顶 轻柔按摩这个穴位 对失眠 神经衰弱 头痛 高血压 中风 脑贫血 具有很好的调理保健功效 按风腑贫穴 预防感冒 风腑穴是督脉的穴位 它位于大椎上一寸 按摩风贫穴 对头痛 眩晕 感冒 发烧 半身不碎 鼻出血 都有很好的疗效 风质 属阻掌筋 筋脉的穴位 位于人体后颈部 后头骨下 两条大筋外缘 面窝中 按摩这个穴位 具有醒脑穴目 对中风 头晕 咽喉疼痛 具有快速止痛 保健调理的功效 搓大椎 大椎穴是督脉的穴位 位于人体背部正中线上 第七颈椎脊下凹陷中 搓大椎穴 对伤风感冒 及怕冷的人 有非常好的作用 长搓大椎穴 能预防鼻炎 能够治疗感冒 肩背痛 头痛 咳嗽 能快速退烧等 咳嗽 拍打肩颈 发疗穴 肩颈穴 是足少阳胆襟的穴位 发疗穴 在底区正对第一二三四 底后孔中 开打的时候 要求一只手开肩 一只手开巴疗穴 经常这样做 对生殖系统疾病 肩背臂痛 手臂不举等 具有缓解调理和保健的作用 拍打中腹穴 中腹穴是手太阴肺筋的穴位 将手五指并拢 放在胸窝上 中指指腹 所在的锁骨外端下提示 拍打的时候 要求五指并拢 双手交叉轻拍 拍打中腹穴 对肩背痛 背炎 背寒热 喘气胸闷 支气管炎等病症 具有很好的调理保健作用 揉大包穴 大包穴 是足太阴脾巾的穴位 经常按压 经常按压大包穴 可消除疲劳 对于肺炎 细喘 胸膜炎等 都具有很好的改善调理作用 每天坚持按压大包穴 具有风胸 美容 预防驻 预防驻脏 预防驻背的作用 拍打官员密门穴 官员穴属于 任脉的穴位 在人体下腹部 两手拇指 至于肚臂 掌心朝下 中指指腹 所在的位置 提示 官员穴 是男子藏经 女子蓄血之处 按摩官员穴 对阳尾 早屑 月经不调等 具有很好的疗效 命门穴 是嘟脉的穴位 在人体腰部 当后正中线上 按摩密门穴 不但对腰痛 坐骨神经痛 有明显的疗效 还能调补肾气 可治疗肾虚 逆多 腰酸背痛等 在拍打的时候 要注意 一手拍打官员穴 一手拍打密门穴 同时把舌尖 顶到上纸背 牙齦柱 拍打虎射穴 虎射穴 是足太阳皮筋的穴位 位于人体下腹部 当其中下四寸 距前正中线 旁开四寸 拍打的时候 要求五指病的人 轻拍 拍打辐射穴 能够缓解腹痛 对月经不调 难科疾病 调理人体脂肪 极具人体的淋巴毒素 健美减肥 具有非常明显的效果 敲打 敲打代脉 代脉穴 属于吴绍阳胆精的穴位 位于肚脐线 与腋下正中线的交叉点 每天坚持敲打 淡脉穴 对调理人体脂肪 健美 减肥 具有明显的效果 对月经不调 男女生殖器官的疾病 都具有很好的调理 保健效果 拍打 环跳穴 环跳穴 是足胆精的穴位 在人体的骨外侧部 侧卧躯骨 当骨骨大卷子最突点 与敌管裂孔连线外 三分之一与中三分之一的交点处 拍打 环跳穴 对腰痛 背痛 腿痛 坐骨神经痛 等疾病 具有特效 拍足三阴 足三阳精 足三阴精 位于下肢内侧 有脾筋 肝筋 肾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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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三阳精 位于下肢的外侧 有胃精 胆精 膀胱精 肝打足三阴 三阳精 能通筋活络 增强血液循环 还可以有效 还可以有效预防脚麻 脚痛 肾筋身 胃肤神身 在人体大腿外侧的中线上 直立垂手时中指尖所在的部位 长期按摩这个穴位 具有去风湿 利腿毒的作用 对脚痛 腿七酸痛等病症 具有特殊疗效 拍打杨林拳穴 杨林拳穴属于足胆筋的穴位 在人体膝盖斜下方 小腿外侧的腿骨小头稍咸的凹穴 拍打杨林拳穴 能输血肝胆 输筋间隙 对抽筋 筋骨僵硬 酸痛 有特效 长期按压杨林拳穴 对高血压 膝关节痛 下肢麻木 瘫痪等 具有很好的改善和保健作用 拍打竹三里 竹三里穴 属于独阳明卫经的穴位 位于小腿前外侧 有养生保健的功能 能够增强体力 消除疲劳 强壮神经 预防衰老 经常按摩 能够补气 形气 调理脾胃 疏通经络 去病延连 所以也称长寿穴 拍打三阴胶穴 三阴胶穴 属于皮筋的穴位 在人体小腿内侧 足内怀上缘三指宽 怀肩正上方 颈骨边缘凹陷中 经常拍打三阴胶 对子宫功能性出血 阴痛 带下 不孕 崩漏 碧晶 子宫脱锤 难产 等不可疾病 很有疗效 拍打 阴灵泉穴 阴灵泉穴 属于足皮筋的穴位 位于人体膝盖斜下方 吸眼内侧 斜下方四指处 按摩这个穴位 能够使腹脏 腹脚痛 得到缓解 长期按压这个穴位 对尿失禁 尿路感染 膝关节 及周围圆组织疾患 具有很好的改善 脚理 保健效果 拍打 血海穴 血海穴 血海穴属于足皮筋的穴位 屈膝在大腿内侧 冰底内侧端上两寸处 当骨四头肌肉 侧头的隆起处 血海穴 是人体皮血的规矩之处 属于女子 深血之海 经常拍打 血海穴 具有 血淤穴的功能 能够清血 逆湿 对月经不调 月经过多 逆经等病症 有很好的疗效 一天抖三抖 活到九十九 血压低的 手放在上面抖 血压高的 手放在下面抖 血压正常的 手放在中间抖 这样可增强抵抗力 上面的二十八个动作 将全身经络疏通了 为了达到更好的 健身效果 下面四个动作 是拉筋排毒的 全身运动 甩手排毒 这个动作 对减肥 排除脂肪 有着非常好的效果 经常这样做 会在大量排汗的同时 将毒素排出体外 左右拉弓 这个动作 对腰肌老损 腰椎肩盘突出 坐骨神经痛 颈椎病 肩周炎 具有逐渐缓解的作用 弯腰三角式 这个动作 对手脚麻木 腰酸背痛 脑供血不足 有非常好的辅助治疗作用 经常做这个动作 可以令头脑灵活 行动自如 拉筋瘦腰 经常拉拉筋 可以预防 驼背 将腰部多余的脂肪 排出体外 俗话说 经常一寸 命长十年 腰围越粗 寿命越短 同时 通过拉筋瘦腰 可以塑造 美好的形体 全部动作完成后 要进行收工 收工的动作很简单 三次深呼吸 然后慢慢的全身放松 做完筋瘦操之后 淤堵的部位 会出现不舒服的反应 然后 使用掌灸精油 对这些部位进行掌灸 这些淤堵的部位 就会慢慢疏通了